就像我們人與人之間 在互相偽裝你原本狀態的一個樣子 我將動物更像人的那種氛圍來處理 所以才將牠們穿戴偽裝的一個衣服 像是植物 其實超時空行旅它的字面上來看就是像是超越時空的一個旅行 然後我是將這個超越時空的旅行做一種魔幻的風景 然後重新呈現出來 然後作品之間其實它都會有一些暗號跟密碼 然後它是可以串聯整個系列的一個場景 就比如說峰迴路轉這件作品 它的右下角其實有一個很遠的小光景 那個圓景它其實是可以穿梭到所在系列的一個圖號 就有一種像是圓景的球場 然後在山裡面其實它會有一些亮路徑的感覺 對有點像是我們在人生的路上其實會經過很多轉彎跟很多關卡 然後每個關卡其實都有不同的風景這樣子 然後山雨系列的靈感其實 來自於我以前小時候去跟家人去爬山的一個經驗 然後這個經驗有點像是在落雨的時候 然後那個雨下下來其實我會蠻恐懼的 所以其實家人就撐起那把大傘 有點像是家人對於我在黑暗時刻的一種保護 我就是利用這個氛圍然後重新塑造的一個 我屬於我自己爬山的一個經歷 就是鳥生這件作品它可能 你看起來它可能只是一個一座山 但是其實那個山的造型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個鳥的一個形狀 因為我就是好像模擬說我可能在山林裡面聽到一個鳥的叫聲 然後這個鳥的叫聲經過一個我魔幻的一個想像 然後它變成一個超現實的一個造型 接下來有從山雨系列到所在系列 像是一個從自然環境到文明的一個劇場 然後在劇場裡面隱藏了一些我對於環境跟自然的一個形狀 所以我會將動物跟文明的環境做一個結合 像是一層競技場動物放在作品的中間 但是人類其實是環境到它們四周 但是相對的外圍的動物它也是同樣包圍的人類 有一種自然跟文明抗衡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個競技場的一個關聯性就是像中間有一個平台的一個舞台 但是它的右下角其實你會發現會有飛船跟飛機經過 然後這個飛船跟飛機的影子其實就會出現在藍色競技場裡面 所以它其實有點像是一層競技場是在作品的上方 但是藍色競技場是在作品的下方 像穿越時空的一個感覺 然後這些東西就是我以前過去童年的一些潛意識 然後來喚起這些記憶 就像我那個年代會出現的一些電影電玩或是卡通或漫畫的一些物件 來呈現給大家看 然後氛圍有點像是一種聚光的一個效果 這個轉變有點像是更真正的體會自然光線的一個氛圍 所以其實我在看那個雲的變化或是光線的變化 其實它是很細膩的 所以我是希望把那個細膩的感覺呈現在畫面中 然後讓大家對於這個狀態有一種更不一樣的想法 那邊分比較多的像是今世紀的一種概念 我記得要拍攝到這個狀態的一種概念 在影響中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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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有句話,章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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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